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第一组动作上下台阶 至于安全考虑,一开始我们需要找有扶手的楼梯进行训练 上楼梯非常简单,只要你基本功扎实 上楼梯几乎不需要训练 和穿便衔上楼梯是一样的 但还是要轻扶扶手,确保安全第一 关键技巧是先让自己停在楼梯前 脚尖需要稍微打开 微微内刃,身体稍微前倾 和低级踏步前行的药领接近 八字上楼梯 用轮滑鞋前端顶住楼梯会更加稳固 那锁点之后呢 稳定控制重心落在前脚 步伐踩到楼梯上 不过度依赖前端顶住台阶 之后呢,到最后一个台阶 更加需要单脚稳固支撑后 安全地站立在平台上 如果台阶只有一两个 也可以在慢速情况下 直接跨上去,继续滑行 这里就要运用到两个单脚的交替滑行了 所以我们前面学习的基本功非常重要 上楼梯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么接下来是下楼梯 大家注意了,下楼梯可不像上楼梯那么容易 而且差别很大,很容易摔跤 所以先进行原地练习 原地平定站立,双脚尖打开 后跟用力内收顶住 稍稍内刃,让自己定在原地 后重心下压,让重心更加稳固 这个就是下楼梯前的准备动作了 那接下来一只脚抬起 往前八字踏一小步 外刃着地 注意了,重心此时转移到双脚之间 而不能前移到前脚 这个是和踏步前行 重心前移最大的不同 此时,后脚内刃,重心在中间 前脚外刃 再次向上中心 前后脚各压住外刃和内刃 你会发现 这个前后相向的刃 会让你再次稳固的站立在原地 这就是下楼梯踏出的第一步了 接下来 后脚往前踏出一步 依然是外刃着地 压住依然是前外刃 后内刃 反复训练这个步伐 一开始慢速稳定 力求每一步都稳定的压住刃 固定在原地,不出现滑动 手练这个步伐之后 我们试着在台阶上练习这个动作 在楼梯上安全的停下 轻扶扶手 双后跟收紧压住中心 正面朝向楼梯 之后踏出第一步 注意落脚压住外刃 让身体稳定的站在楼梯上 一开始前脚可以稍微向后用力 顶在台阶上 一步一个脚印,慢速稳定 这个过程如果中心不稳 可以直接蹲下坐在楼梯上 之后双后跟顶住站起来重新开始 稳定之后可以慢慢加快速度 就像穿便携下楼梯一样 甚至不需要扶手 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太急 稍微有不稳 就直接坐到楼梯上 刚刚我们已经掌握了上下台阶的技巧 特别是下楼梯是需要多驾练习的 当然了 在一开始还没有掌握顺畅下楼梯之前 也可以通过面向台阶和上楼梯一样的身体姿态 倒着走下楼梯 还有一些看得很帅的 滑着下台阶的技巧 这些都是超纲且威胁的动作 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安全第一 好了下一组动作 上下斜坡 上下斜坡技巧不难 最重要是重心的前后位置 以及如何在上下坡的同时 利用重心上下调整 最大程度的降低阻力和加速 可以先找一些较缓的坡道进行练习 当我们即将滑上斜坡的时候 需要做前后脚稍微分开的平衡前滑 屈膝降低中心 重心靠后释放前脚脚筋的压力 那这样在上坡的时候 前脚自然抬伸 直接滑上斜坡 之后调整身体姿态 近似与斜坡垂直 在上坡时 蹬地前滑 是需要根据速度 运用不同的推步技巧 同时重心也随之变化 当停在斜坡上时 需要运用八字后跟顶住的姿势 或者支撑脚与斜坡成直角站立 当我们即将滑下斜坡的时候 同样做前后脚分开的平衡前滑 弯腰屈膝降低中心 重心稍耗前 当进入坡道时 非常重要身体要随之前倾 让身体姿态近似于斜坡垂直 我们可以双手扶住膝盖 辅助这个动作 切勿厚仰 反驳练习可以逐步提升 进入坡道前的滑行速度 首先之后 接下来我们试着降低上坡的阻力 和利用下坡加速 在进入上坡步道后 通过迅速屈膝降低重心的方法 可以瞬间的降低双脚对斜坡的压力 进而降低阻力 而且通过减少重心的绝对抬伤高度 把省下来的重力势能 用来维持动能和速度 我们再试一次 从上坡前的膝盖微弯 到上坡后的蹲滑 反复训练体会一下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下坡 在下坡前是膝盖微弯的高重心 进入坡道后迅速下蹲降低重心 瞬间增加双脚对斜坡的压力 进而产生向前的动力 而且通过增加重心的绝对下降高度 把更多的重力势能 转化为滑行动能 最后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有点像荡秋千的原理 那掌握了上下坡的技巧 可以为后续更高级的U形池 和蹦到滑行奠定基础 最后一支动作 简单跳跃 跳跃的重点在于向上跳跃 而不是向前跳跃 这个非常重要 向上跳跃的原地练习并不难 双脚平行站立 屈膝 弯腰 重心下压蓄力 为了防止重心后仰 双手可前伸辅助 试着轻微跳跃 接着结合前滑转后滑的扭块步伐 你还记得吗 平地180度转体跳跃 记得视线固定哦 手运动之后加大跳跃力度 同时腾空的时候 双脚向胸前收拢 增加双脚离地距离 接着我们在慢速怀音中练习这个动作 慢速滑行 双手前伸 下蹲蓄力 跳跃 是不是很简单呢 接着是180度的转体跳跃 我们可以增加一些难度 摆设一些障碍物 随着障碍物高度和跨度的增加 我们需要更快的滑行速度和更高的跳跃高度 大跨度跳跃都是在速度的加持之下 向上跳跃实现的 只要速度足够快 向上跳跃腾空足够高 你可以飞很远 熟练的跳跃动作 会为后面更高阶的侧收腿跳高 和更多转体跳跃 点滴技术 你学会了吗 跳跃动作经常出现的错误是 起跳后身体前趴 原因是向前起跳 用轮子向后蹬地打滑 往后仰 主要是因为心理障碍 需要多进行原地练习 好 今天我们已经学习了上下台阶 上下斜铺 简单跳跃等多个实用性很强的技巧 可以适应更多复杂多边的路边滑行 这些都是需要长期反复训练 才可以熟练运用的 到这节课为止 我们已经完成了轮滑基本功所有动作的学习 大家日常可以进行多技巧综合训练 把之前学习的所有技巧连贯起来 可以更好的为进入高阶专项训练做准备 多专备整理 课后放松环节 放松拉松动作 可以点击屏幕或评论区链接跳转 你可以跟着做 这节课是幼子陪你学融化基础教程的最后一课 在这里也感谢大家对幼子融化的支持 希望教程可以让你更好更安全的体验 融化运动的乐趣 也期待你转发给那些和你一样热爱融化运动的朋友们 看再多的视频不如多训练 每天融化一小时 健康生活每一天 幼子陪你学融化 我是教官Jeff 请支持我们点赞关注 期待你的留言评论 也谢谢大家 我们后会有期